三名男子一看到被害人出現 立刻快跑上前 將人搶壓上車 原來他們早有預謀 趁著被害人剛領完錢 準備前車時下手犯案 光天化日 魯仁案就發生在新美市三重區 只見被害人歷經一小時禁魂後 被帶到巷弄丟包 而身上的58萬元現金也早已消失 在車上遭到歹徒的蒙上眼睛 捆綁雙手 強盜現金58萬元 張信被害人向警方聲稱 自己根本不認識嫌犯 當時是幫虛擬貨幣上老闆領錢 但警方調查發現 強盜犯早有預謀 當天早上10點多先到中和租車 再去新莊 三峽再供犯 下午在三重區 擄走被害人 還用黑布蒙上他的眼睛 束帶捆綁雙手 並搶走58萬元現金 最後將人丟包到中和 還車討議 租車行業者不願多做回應 因為警方在中和攔下犯車輛 敲破車窗後才發現 開車的是租賃車的員工 差點被誤認就是嫌犯 那這兩名互相不認識 工程是受到另一名嫌犯的一個指使 所得的賬款各有5萬塊錢 兩名公犯落網 工程受人指使 警方不排除可能與虛擬貨幣交易 黑去黑有關 目前賽逃主席已經掌握行蹤 警方要儘快將人逮捕 雷遣幕後引擎 藉張貝茲 張友慈 裁訪報導 入睡怪貨幣工程 下載截